2013年开始 国家大幅度地推进 治理大气污染的行动 现在已经有八年 国家推进了大气十条五年 南天行动计划三年 所以这八年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PM2.5 大家感受到了 它的快速变化的 改善的过程 基本上从八年时间到2020年 跟13年相比 全国300多个城市 它的平均的PM2.5的降幅 已经达到了46% 就是接近50%的水平 应该说我们老百姓 现在的这个南天的获得感 跟我们拉动跟减碳行动 是协同争效的一个过程 在未来 我们如果说进一步地 推进我们这个行动的话 在未来的30年60年 如果我们还按照过去 以末端治理为主的 这种控制路径推延下去 那么未来十年 我们在减污染物的潜力 基本上就会耗尽 那么可以看到 即使是我们进一步地努力 一直干到60年 我们的PM2.5的浓度 大概是在25左右 就现在全国的平均 300多个城市是33 所以能够减下去的 你通过40年努力 减下去是非常有限 那么所以我们要寄希望于 在碳中和目标下 实现深度的能源转型 那么它会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么就可以看到 碳中和目标下 我们可以大幅度地 继续降低PM2.5浓度 能够降到什么程度 我们目前 全国的空气质量标准 是世卫组织的最低一档 是35 那么我们在未来 就可以做到25 15 然后一直到世卫组织 现在最低的一个推荐值是10 所以全中国的空气质量 平均值可以低于10 大概在8左右 未来我们说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 是我们老百姓的健康获益 会大幅度地增加 这是我们应该说 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追求的 一个未来的目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